真的啦,这上山虎了,算是步步升高,所以就是一个意图说比较好。像这个下山虎,这算是下山虎了。下山虎就做生意了,他说他什么大小都充斥,他会转大钱。 农历虎年新春如约而至,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,香港画虎名家叶金城在接受中心社记者专访时,向记者展示他最近创作的金虎图,栩栩如生的老虎或傲小山林,或信不自若,或勇往直前,让人顿生亲切感。 出生于1947年的叶金城,自幼对绘画产生了浓厚的兴趣,即使在上山下乡的日子里,叶金城也自得其乐,用画笔描绘山区景色,也正因为这个特长,他被选中在张平屑文化馆工作长达十年之久,成为一名专业画师。1980年,他从福建近江移居香港。 到后来,差不多了,就什么都画,一扫油瓶器,在我们家乡,在我们上山下乡,嫁出来工作的地方,后来申请来香港,来香港,刚刚到香港是没办法停下来画法的,到来了几年,参加了香港,不见四万元聚会。 参加了这个画会,这个我们的会长是石子星佛士,他是响当当的人物。 谭吉为何以画虎为主,叶金城表示,加入画会,与身边众多画家切磋交流,最终找到了自己创作的主要题材。 他们都是山水山水专业,花鸟花鸟专业,人物画人物画专业,你什么都画,你就什么都输人家。 后来在想,要自己找一个路出来,才后来就想把老虎拿出来画,就要一直画,一直画,算起来二五二十个两头,画老虎。 谭吉创作金土的灵感,叶金城一称,著名画家黄永玉在香港办展时,其中一张用整个金色画的松树让他受到震撼,就启发他用金色来表达老虎。 刚刚画开始的时候,因为我们画的东西一般来讲是立体的,有透视关系。 你的金色的一上去,就变成甜蜜蜜,你要把它处理成蜜蜜,有层次,有透视关系。 所以这个过程很长,我一直提炼,一直想办法,就弄到现在。 叶金城曾携金虎画到台湾参加画展,将金虎画信部赠送给时任中国国民党主席的马英九。 在2021年揭晓的香港文化名人成就奖中,叶金城获中国画的传承于创新成就奖。 叶金城表示,今年适逢香港回归25周年,他希望新的一年里,香港能如老虎一般勇往直前。 是虎年碰到香港回归25年,希望香港向老虎在25周年的时候,就是威威猛猛,勇往直前。